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哈喽 我觉得我之前恋爱不太知道 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奋不顾身地去喜欢一个人 怎么就你一个人 因为你们出去了 不是吗 怎么称呼呼 刘明凯 彭泽明 凯旋的凯 你叫我凯凯就行了 你叫我贝贝 好的 贝贝 好多头一个加贝的贝 好的 我给你倒杯水 然后我上去收拾一下 他们今天去约会去玩了 可惜了 你是哪里人 中国台湾 怪不得 要不你先去收拾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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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管我 好 谢谢你工作 累 我上去收拾一下 好 现在状态有点邋遢 你去吧去吧 不用 不用担心 好 这小男孩长得也挺好看的 什么 那个 那个 孝良 你好 你看就是他 刘经理在这儿呢 你蛮常叫刘经理 刘经理 刘经理 我们一直在猜 应该我说来的男生住哪儿 我跟谁住 我知道吧 你跟俊良 我说怎么问你 问你挖配密码 你不知道 对 我是真的 你跟我加了一张床 我 所以咱俊良一起是吧 可以 这个是我之前退下床吗 你就睡那个吧 我睡这个 无所谓 但我早上要早起 你几点要起了 你在做工作吗 六点半 对 没关系 我睡得很死 刘经理 你好 加个毯子 太搞笑了 是不是都认出来了 对 对 刚好你来得挺巧 还能吃个蛋糕 孝良 他做什么技能 可以 一会儿给刘经理办一个 换一个仪式吧 我们刚才你知道 找你要毯子 后来说刘经理人呢 当我们真正相信 你是刘经理的时候 发现找不到人 你们真的相信吗 怎么可能 我相信了 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过来帮忙 继续帮你们服务 你需要什么 需要茅残吗 刘经理的状态真好 你们两个一个房间 对 我今天回就发现 我的床上也夹了一个床 贝贝不是回来了吗 她回来了吗 她回来了 回来了吗 见过她了 你好 你早上今天出发的 我八点 八点 好 那你明天要 你才放下你 回来之后 起来出去吗 看到她了 因为我是北京过来的 我还没起来了 北京的朋友 我们两个也是 没有 今天晚上开心吗 今天晚上唱两首歌 很开心 我们直接拆她的身份 疯狂的试探 然后她是服务员 对了 你们已经见过了 对 我们见过了 为什么要画这个自画像 不是 因为他们是让我画自画像 那我不是很会画画 然后我就画了当下那样子 我问一下 这个算具象画吗 这不算吧 就是具象画吧 我太喜欢这种风格了 要是早看到 有你们在做什么事 这话是可以当面说的吗 花花 这话是可以当面说的吗 这话是可以当面说的吗 怀念当时的那个拘谨 你知道吗 就是 对 可以开场了 现在已经 来 咱们开始今晚的仪式吧 我们要先问问凯凯问题 我们一人一个问题吧 好吗 你比如说先看到 大家的时候 每个人 你会有一个出印象是什么 你形容一下 每人一句话都行 这有点难 但有点难 这就是全是坑 这个题 这位 她因为我最先见到她 对 我叫V7 叫我77就行 77 好 她比较 她比较 就整晚下来 看起来就是比较外放影 原来她 她是第一个上去唱歌的人 然后给她录下来了 然后还唱错吧 谢谢 谢谢 然后 这位是 花花 花花 琪琪花花 琪琪花花 前那是宠人 我只觉得我好像有点在被整 就是她故意在问问题 对 我一直在逗她 我一直在逗她 然后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回答 你来了多久了 我要去实习牲 我要去实习牲 这个路是什么路来着 这个路我不知道我刚来深圳 跟七七比的话就是会比较 我还要比较 看人做事情 我比较看人下菜碟 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你觉得谁好欺负你就会欺负谁吧 又比较欺缓夸 就像我的感受 欺缓夸夸 看人下菜碟 我的感受 你失去了我的问候信 本来是想跟你打个招呼的 然后贝贝 就刚刚见到了 然后我就 就倒一片水 人挺好的 人挺好的 谢谢 好人卡 还有玲玲 她属于可爱型的吧 你不是有人要问吗 接下来 我怕吓到她 我怕她找人走 期待你的问题 我特别期待花花的问题 那四个选项 可爱的 人好的 我就知道了 来了 来了 好 你是怎么来的 外放的 外放的 还有见人下菜碟和 气软趴硬的 气软趴硬的 你日常生活中 你喜欢这四个类型 哪个类型 来了 来了 花花来了 花花一直都这么勇敢 是的 喝水 缓解不安安你看 就只是第一感觉就行 不用跟任何以后有挂钩 第一个 算了 算了 其实 我非常喜欢花花的这种性格 很直接嘛 她喜欢见人下菜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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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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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你们俩 肖贤和那个 敦豪 这四个女孩哪个是 这是你们喜欢的类型 这是一个泛泛的问题 直说 直说 那我应该是喜欢那种 见人下菜碟的吧 我没懂这见人下菜碟是什么意思 是哪一种类型 她其实用的词是不对的 她其实说的就是 花花更积极更主动 对 肖贤呢 我喜欢那可爱性 七七还是零零 零零 零零 那杰琪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有一个男孩 你的第一印象对他挺好的 他说 他喜欢的女孩是另外一个 你会怎么样 会不舒服吗 还好吧 我觉得第一印象 占百分之 但是 五六十 就因为日后还会相处 嗯 虽然说我心里会不爽 那么一小下 但是也就过去了 但是不爽的那一下 可能也会 一直被记得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们两个好了 会经常拿这事提起来 我可能会提一次 嗯 阴阳怪气一下 但只会一下 以我的经验来看 阴阳怪气应该不止一次 以我就是我这样的 我我说我女朋友 好 来自生活当中的历史 对 阴阳怪气不会只有一次 我就一次 我就一两次 你刚才说一次 逐步增加 再隔二十分钟就是三四次 这位你说 第四名男生 对于其他的三位男生来说 算链鱼吧 当然是 当然是 而且他外形啊 整个状态都非常好 而且他人很自信 大家一进门 我觉得他那个反应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没有起力 他直接 就是一个非常自信 甚至有一点小挑衅在里面 非常强的一个链鱼 链鱼 链鱼什么意思 链鱼就是在这个池子里面 放进一条链鱼 它就会对其他人形成 比较大的威胁 而这种威胁 会让其他鱼类 变得更活跃 更主动 就是这么一个 所谓的链鱼